在商周王朝 那个时候很多皇帝 自己会到民间去找那些人才 比如说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这根植鱼钩 来吧 愿者上钩 吃鱼钩 莫非您就是姜子牙 没错 真是老夫 这大千世界除了我姜子牙 还有谁用这植鱼钩 这鱼钩好像也是植的 你干嘛学我 学你 这版权是姜子牙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再投一次胎吧 老师也不要脸 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为了军事和政治上的精神 把养门客当成时尚的风向标 这位游滚青年 您这是 在下刚投奔孟长军门下 这里的伙食这么差 差到惊人 所以说这首歌 就是我对这个现实的批课 批课 不是 那个门客不是高端人才吗 怎么待遇这么差呢 三千多个同级职位 高端 我呸 那是为什么呢 行 行 行 别聊了 走 走 再去下一个吵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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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隋唐到清朝 科举制度一直是我们国家最重要 也是独有的人才选拔制度 同学 要小抄吗 老师 你这是要给我放水 那当然 我私专业做小抄三十年 来 四十五千还能应这么想 要不怎么说 我私是专业做小抄三十年 拿着吧您 行 我要了 全体考生注意了啊 进考场之前 把衣服 鞋子 帽子 统统脱下来 安检开始 这考试这么严啊 那我这玩放哪儿啊 不行 那我不考了 拿着吧 我们专业的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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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专业的 我看你还敢作弊不成 1977年 终到了十年的高考 终于恢复了 有资格报考的人蜂拥而至 甚至有父子母女 携手同进考场 争容岁月 热血风流 十年了 我这次一定要考上大学 小雪 你怎么也来了呀 张大白好 我妈给我报名 她非让我跟我爸一块儿考 挺好的 咱俩一起上大学 来 到了21世纪 高考成为了素质教育的试金石 每年的6月6号 7号 8号这三天 在高考考场门外 总是被围得个水泄不松 6月7号 深深的时刻一代到 手拿考场好 凌云更改贵的 你以为你真的解脱了 同学你考研吗 你报一个我们班 我们班可便宜了 我们班不够练特别 在此年代秀 祝各位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 金榜提名 一举高正